为了让路给前首相纳吉在SRC案件中纳入新证据 联邦法院或会在明天裁定是否要重审该案 报道指出 由于时间紧凑 该案终极上诉未能成功在今天如期进行 辩方律师将会在明日针对纳吉提成新证据的申请进行回复陈词 上诉审讯也将展延至明日 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郑宝德今早开堂就出招 表示纳兹兰作为马银行的长期前雇员 其之前的判决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相信他无法客观下判 郑宝德还认为上诉案的审理应该推迟 直到对纳兹兰上述角色的调查完成为止 他还表示纳兹兰在担任马银行法律顾问期间 曾间接参与了SRC公司的成立 以及贷款与一马发展公司邀MDB一事 纳吉表示毫不知情 郑宝德说 纳吉在今年5月至7月间才收到匿名信封 内有纳兹兰涉及利益冲突的证据 他说 在过去两年的审讯期间 他们没有获得相关信息 所以今天可以向法院提出新的证据 如果纳吉在5月9日至7月7日期间 没有收到这些匿名信封 辩护律师就不会了解这些材料和新证据的存在 主控官拿督西弹科兰 在下午20左右开始回复郑宝德的陈述 并于下午3点35分结束 大约耗时1小时30分钟 若联邦法院驳回纳吉的新证据申请 该案的最终上诉 预计将在明天直接审理 郑宝德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有信心联邦法院会批准纳吉 接纳新证据的申请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很多的陈词经验 我们有支持我们论点的法律依据 不论是事实或法律上 都有很好的论点 他表示 此案最大的挑战是时间紧凑 但他们已尽力要求修改申请通知书 在联邦法院里提出论据 以便可以纳入新证据 郑宝德指出 控方在下午针对他们的陈词 做出了回应 之后便方向法院要求 于明早做出回应 他说 这是为了整理思路 做出合适的回答 法院之后将裁定辩方的申请 是否有法律依据 尽管刚刚离开法庭 纳吉却还有闲情玩脸书 纳吉今天在脸书贴文 也于西蒙 当西蒙执政时 冻结了滨海战斗舰 LCS计划 导致第一艘战斗舰 无法在2019年4月 如期完成后 可是始终保持静静 他说 当政府要在去年 恢复该计划时 西蒙却有意见 指政府 只想要照顾彭党 西蒙接着 就质问战斗舰在哪里 然后就对我 做出种种指责 根据观察 纳吉的该帖文 在将近30左右发出 也与他今天在法院 进行案件审理尾声的时间相符 看起来似乎没有对自己 接下来要面对的牢狱之灾 受到影响 纳吉也在随后的两个小时 发出另一则有关高音 冰海战舰 当前形态的视频 他在视频上 符文表示 我国的高音 级别冰海战舰 在马来西亚 是独一无二 埃及 阿根廷 阿联酋 罗马尼亚等 其他国家的高音 战舰更小 重量为 2500吨 而马来西亚的高音 更大 是一艘 巡防舰大小的船 重量为 3100吨 国防部前副部长 刘震东指出 洗来灯行动 才是导致西蒙无法拯救 滨海战舰项目的原因 他坦承 西蒙确实不曾指示 暂停有关项目 而是在发现 问题重重 包括保时德海军造船厂 脱欠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和分包商聚战后 试图拯救 有关项目 但他说 这一切拯救计划 都在洗来灯行动 导致西蒙政府倒台后 无法实现 政府财政 采购和行政管理调查委员会主席 丹斯里安比林 及当时的国防部最高领导 已在2020年2月11日 向时任首相敦马哈迪 汇报滨海战舰项目进展 在有关会议中 时任首相议决任何犯错者 都应受法律制裁 保时德管理层需改组 且此项目被视为烂尾工程 他说 时任国防部长莫哈默 沙布也已要求保时德总执行长 和前主席 汇报该项目实情 并发现有关解释 令人混淆 及不满意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指出 警察总长应对Meter指控警方 经营巨魔农场 制造假账号来支持政府和抹黑意义者贪污仪事 公开调查结果 他发表文稿说 脸书、Instagram和WhatsApp背后的母公司 Meter在最新季度对抗性威胁报告中 指控大马皇家警察运营着一个在线巨魔农场 Trow Farm 通过数百个虚假账户来带风向 及操控公众舆论 他说 大马皇家警察 部队秘书拿督诺西亚 在一份简短的文告中 否认了Meter作出的报告 并声明严正 看待这些指控 以及会收集更多的信息 为截至目前为止 大马皇家警察的信息收集到如何 则不得而知 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 不应自讲身价 把自己贬低到 跟踪检察长丹斯里 伊德鲁斯哈伦 与反贪会首席专员 丹斯里阿战巴基的级别 无法独立和专业的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 阿克里沙尼应按照1967年警察法令第3 三条文的规定 维护和履行警方的国家法定职责 而不是受制于现任政府里的政客